球队总是有主力和替补之分,做替补要比主力付诸更加多,更加努力,这样才能在机会来的时候踢上球。 将为的这句话,可以说是那些在为一个主力身份奋斗球员的心声。 上岗队主帅佩雷拉正喜欢说的一句话是,我们是一个团队,我们是一家人。 的确一支球队去赢球,去拿冠军,不可能只靠十亿民主力球员。 一个漫长的赛季,不可能从头到尾,只有最强的是一个人上场踢比赛。 踢补球员要做的,就是在需要他们站出来的时候,能够真正的站出来,能够起到一名主力球员的作用。 国足的一个意外,把他送上了最前线2018年的10月,中超还胜最后五轮,排名第一的上岗队,领先广州恒大四分。 火神杯就在眼前,上岗队的教士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去向冠军发起最后的冲锋。 没想到,球队左后卫于海在国足的一场热身撒中,膝盖严重受伤,直接导致了他赛季保肖,无法出现在上岗队争冠的比赛之中。 原本于海的踢鼓是可以左右变后卫的王生超,但问题是,球队主力中卫和挂也在伤病之中,王生超已经被主教练佩雷拉安排踢中卫。 怎么办? 这个位置上的第二踢鼓张位,必须顶上去了。 球队在如此关键的时刻需要我上场,而且后面几场比赛,都是决定冠军归属的。 其实,当时我的第一反应,就是既然上去踢了,就要为球队拼进。 全力,对于我自己来说,我也想证明自己,把握好这个机会。 张位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道,我自己的心态还是可以的,虽然去年上场时间断断续续,不是特别连贯,但毕竟2017年,自己基本一直在踢比赛,不会像以前刚刚开始踢中超的时候那么紧张。 当然,张位面临的是巨大的挑战,毕竟对手都是中超最强队,一个比一个难对付,压力肯定是有的,但是没有特别大,上场就和正场一样了。 我还是先争取在比赛中不犯什么大的错误,按照主教练的要求,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 当时的状态,我自己感觉还行,而且一场第一场好。 平时训练的时候,自己也加练了,教练也和我说了许多,比如赛前给我分析对手情况,分析对外防守的对方球员。 独冠之夜,和爸妈吃了一顿饭,请助军冠天王山之战,客场对阵广州恒大,张位对位上了对手阵中最有威胁的攻击点塔利斯卡。 对于这场比赛,张位的准备相当充分,2017年,我们和恒大踢了溜场,自己也踢了几场,有几场我表现不太好。 这次我自己格外小心,准备得很充分,一直看比赛集锦,研究和自己对位的人。 广州塔在比赛中完全迷失,大大影响了广州恒大的进攻威力。 不过张位表示,能够限制住塔利斯卡,香港队抗的就是整体防守,光靠一个人兵防塔利斯。 卡这样的球员肯定不行,我们是大家一起,用整体去限制住他,让他没法向前,不好拿球。 他主要在左路然后那些传比较多,教练组给我们左侧几位防守球员,包括后腰太会抗的要求就是让他不舒服,他拿球的第一时间一定要有人去干扰,他就没有时间去做下一步动作。 主场拿下北京人和上岗队冠军奖杯到手,这是张位充当救火队员的第四场硬仗。 赛季初他就算想到过球队会实现冠军的梦想,大概也不会预料到,冠军之战自己是主力阵容中的一员,比赛结束后,就觉得自己的心情得到释放了,终于来到了冠军。 其实这半个月时间里的四场比赛,我天天就是想着要把比赛打好,如何庆祝球队和自己的第一个中朝冠军,那场比赛我爸妈都来了,就是晚上和他们一起吃了一顿饭。 2017赛季是我真正关键的一年时间,再往前拨回到2017年的4月26日,上海体育场有一道闪电般的身影,从后场一路高速冲到了前场。 完成了一个防击进球,这个球员就是张蕾,这是他职业生涯在一线队的第一个进球。 这场比赛上,港队4比2大胜韩国冠军首尔FC,提前一轮获得了亚冠小组出现权。 虽然在2013年获得一群运会冠军之后,张蕾2014年就进入了上岗的一线队,但真正开始有相对稳定的出场时间,开始连续有 比赛期,还是在2017年。 2017年能够经常上场,这对我帮助挺大的,踢中敲这么多年,那是最关键的一年。 张蕾十分感谢那个赛季的主教练博拉斯,是他给了我机会踢了很多比赛。 这让我的信心和场上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,当然最关键还是自信。 我收获了第一个进球,而且三线比赛也都踢了。 虽然最后球队没有拿到冠军,但对自己来说,还是收获最大的一年,在各方面都提高了很多。 一位年轻球员的成长并不会一帆风顺,张蕾也是这样,2017赛季的下半年,他的状态开始消滑,也不少比赛虽然出场,但是把揮不佳。 现在渐渐成熟的他回过头来,再看这段经历,他反而十分看重,这就是一个稳定性的问题,也是我自身的原因,是球员成长要必须经历的一个东西。 那个时候球队三线作战,比赛多了很多,而我那个赛季才是真正打上比赛,刚开始很兴奋,但打着打着状态就有所回落了。 一个好的球员知道,如何去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,如何去调整,我也的确因为这个收获了更多的经验和教训。 新年目标,在球队有自己的位置去年冠军赛季的最后时刻成功救火,相信主教练佩雷拉,也清楚张卫的实力。 但就像张卫自己说的,球队总是有踢补和主力,为了上场的机会,竞争也不可避免。 这个怎么?说呢,我当然想着能够踢上主力,是球员谁不会想一直打踢补。 张卫说的十分实在,这个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,球队的体系和战术要求。 做踢补要比主力付出更加多,更加努力,这一样才能在机会来的时候踢上球。 比如去年的最后的那次场,因为之前的付出,自己才能有这个机会去踢。 张卫表示,最想的还是能够多打比赛,比赛少了,状态肯定不会太好。 毕竟再怎么去练,不比赛总是不行的,你会找不到比赛的正确节奏。 上赛季我的表现还不错,主要还是和之前比赛机会开始多起来了有关。 希望今年出场的测数能够更多些,然后,有机会在球队里有自己的位置吧。 这就是张。